日前,海军北海舰队某水上飞机部队利用驻地持续低温多雾的天气情况,开展一场复杂气象条件下的海上飞行训练。 海面飘着薄雾,海水温度达到零摄氏度。 官兵告诉记者,低气温会使海水密度增大,对飞机划水、起飞、降落都会造成影响,海雾也会影响飞行员对海况的判断。 驾驭水上飞机,飞行员既要控制好飞机姿态,还要控制好涌浪对飞机造成的颠簸。 飞行员平衡操控飞机从海面起飞,向指定空域机动,进行海上侦察。 通过低空、超低空飞行,加大目标搜索力度,并准确锁定目标。 水上飞机具有超低空性能好,续航时间长,运载量大等特点,能够在江河、湖泊、水库和海上起降。 主要用于执行海上巡逻、搜索返潜、海上救护等多样化任务。 在七个小时、二十多个架次的飞行训练中,官兵们克服复杂气象条件的影响,发挥水上飞机的性能优势, 进行了紧急出动、低空、超低空飞行、远海侦察等科目的训练。 进一步锤电部队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。